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在整个大段落里面 这是第十一个大段 无因 换句话说 没有云因 无缘无故 造作的物业 买骨亚人 在新加坡这个地区 我们很少听过 我在少年时代 抗战期间 在湖南 在贵州啊 读书的时候 这些事情常常听到 是不是真有其事呢 我没有见过 但是我听说的就太多太多了 可能有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呢 在重新帝王专制的时代 是犯法的行为 国家法律所不容许的 那么古听说有许多许多种 古大德告诉我们 凡是虚一 去养骨 放骨 害人 都有很深的过失 他为什么要放骨 害人呢 听说这个孤独啊 到一个阶段 如果播放 不害别人呢 他反过来伤自己 所以这种事情 不害人就害自己 有什么好处呢 我曾经听说 养骨的人家了 那个家里都非常干净 非常真气 真的像一尘不染一样 古独有很多很多种 大概都是一些毒血一类的 毒血 有的像这个蜘蛛 蟹子 这里都是有毒的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在佛法里面讲的 过去式的业障 他也没有这个业障 不会干这些事情 过去式深中业障 是因 现前的是远 年轻人 喜欢稀奇 好奇啊 可是你走进去之后 出来就很困难 那么这个事也是没有善于教导的 做一些 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那么这一句我们做何解释呢 广义地讲 反而是损人不利己的事 都在这一句范围之内 损人利己的事情尚且不可为 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呢 这更不应该造作 我们对一切人 一切事一切物 要长存一个爱心 下面一句呢 用药杀树 这时 伤慈悲心 在我们现前 环境里面来说呢 这个意义就更深了 没有正当的理由 破坏自然生态环境 不懂得人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 佛菩萨教导我们 世间古圣仙仙教我们 人名爱无啊 换一句话说 圣仙的教育无他 欺发我们爱心而已 培养我们爱心而已 今天我们接触的宗教很多很多 这许许多多的宗教 我们发现有个共同点 共同点是什么呢 爱的教育 佛家将慈悲 一片慈悲 一切慈悲 你看天主教 犹太教 基督教 这个算是一个系统的神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印度教 婆罗门教 大凡天也是爱世人 综合所有的 这个宗教教学 圣仙教教 就是这么一句话了 我们要不但要爱人 还要爱物 你看看佛经 菩萨界里头 佛劝道我们 清静彼丘 布塔森草 你看那个草 小草 它长得和和婆婆 你怎么忍心 踩在它头顶上 人的爱心 到这种地步 连一草一木都爱护 它怎么会不爱人 怎么会不爱动物 怎么会伤害人 人生活在爱的世界里面 这是真正幸福 前几天 我们这里有一些同修 跟随李牧原居士 我也去参加了 见到此地 一位101岁的老修女 许哲 她一生 就是生在爱的世界里 幸福美满 她给我们讲 她是101岁的年轻人 真年轻 我们看她的身体 也不过就四五十岁的人 怎么说也不能相信 拉出身份证 来给我们看 真的不是假的 她是1900年出生的 今年2000年 照中国算法 101岁 她是广东 潮州人 所以她懂广东话 懂潮州话 懂英语 也懂普通话 这么大的岁数了 我们从她身体 体能上看 她跟年轻人一样 我仔细观察 她牙齿掉了一颗 她告诉我牙齿全是真的 只掉一个牙齿 实力很好 天天看书 不带眼镜 耳目聪明 反应敏捷了 非常有智慧 每一天还做义工 昨天我讲经 本来要请她 到我们讲堂 给大家看见见面 她昨天就上课去了 她现在每个星期 还有几堂课 教别人进座 我们去 她翻根都给我们看 我们一般人 五十六十不敢了 她还可以翻根都给你看 表演给你看 告诉我们 她一生心地清净 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这是养生之道啊 一生不见世间过 我说你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看到恶人 你有没有感受呢 没有 见如不见 她就像是 她举个例子给我们说 就像我们走在马路上 看看来来往往那些人一样 马路上来来往人很多啊 心里都不落印象 你看看 你看看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什么叫不落印象 不落印象呢 就是转时成智啊 我们凡夫啊 是用识啊 第六识是分别 第七识执着 第八识落印象 楠言经 教光法斯 在诸节里面教我们 学识用根 学识 我们不用第六识 也就是说 我们不分别 不分别 那么你用的是什么 妙观察之 我不用第七识 第七识执着 不执着 不执着 你就用平等性质 不用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落印象 他不落印象 不落印象啊 就是大元净制 所以他的生活 他所用的 他用的是智慧 佛家讲啊 他在生活 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待人介物 他用四肢菩提 所以他健康长寿 一点毛病都没有 我们四肢菩提 我们四肢五肢 腰酸悲痛 人家一点病都没有 完全正常 所以他说他是年轻人 这个是明师相符 他真的是年轻人 我亲眼看到 我也就真正 正明了 过去 李老师跟我们说 中国医学的根本典籍 皇帝内经 灵书经 里面所讲的人的寿命 正常应当要活200岁 你寿命活不到200岁 是你自己把身体糟蹋掉了 我们同学当中问了 你会不会生气啊 不会 一生没有发过脾气 没有生过气 他告诉我们 一分钟的法怒 一分钟 要三天才能恢复正常 这个话我听了 相信 我懂得 佛家 道家 都讲求养生之道 什么是最健康呢 人的身体 心情 跟大自然融成一片 这是真正养生之道 完全是 活乎于自然的 齐情 五欲 都是 扰乱自然 破坏自然环境 那么在七情五欲里面 这个齐情 息怒哀乐 爱无欲 我们佛法将贪嗔是慢 最重的 最严重的 就是破坏力量最大的 是诚恨 是怒 其他 是欢喜 爱好 这些是小的枕动 破坏的面小 不是太严重的 都是会有伤害 真正修道人 他心清静的 决定没有 五欲六成的意念 所以人家长生不老 但是在接触外面环境里面 好像也有喜怒哀乐的标情 那是什么 那是应付人情 不是真的 有喜怒哀乐 那就是佛家讲的 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 你有忧虑 我总不能在这笑傻 那人情上讲不过去 你有悲哀的事情 我也有悲哀的这个样子给你看 而这种事 是发自于内心的 不是虚妄的 众生喜怒哀乐 说实在话 他脱离了真心 虚妄一点 这个里头的道理很深 不是深入尽藏 你体会不到 所以是清净心 永远生活在大慈悲的境界里头 这个人不老 这个人不衰 这个人不迷 不邪 不染 佛法讲 究竟圆满 殊胜 功德 真实的快乐 是说的这个 反复美化 赞叹的几句 就欢喜得不得了 说几句不好听的话 要生好几天的气都摆不平 这都叫自杀了 与自 与他 都没有利益 所以佛在经上常讲 这个世间人可怜民者 真的可怜 这位老修女 老修女 一生当中 有没有遭遇这些事情 太多太多了 有赞叹他的 有毁谤他的 有侮辱他的 不管你赞叹也好 侮辱也好 他无动于衷 他不走心 决定不放在心上 决定不把他当作一回事 而一个心 只有爱 他什么宗教说 他说的 对佛教是特别有好感 他说他们的教友 说他 你怎么常常看下魔鬼的东西 他的回答呢 他说 我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 都是一片光明 华音经上说的 愿人说法 无法不愿 这是一个圆满智慧人所讲的 他没有学佛了 他实际上他是菩萨 真的 一点都不讲 无界十善 三福六度 要我给他打分数 都可以打满分 自己生活非常简单 一天吃一餐 他的生活回归到自然 我们也有吃一餐的人 这个菜里面 还要放一些油盐酱醋 还有一些调味 他通通都没有 只有生菜 顶多 生菜用水把它煮熟 什么做料都没有 完全回归自然 衣服 捡别人破旧的衣服穿 不什么有钱的 供养他的人好多 他说了 别人给我这么多钱 是要我替他做好事的 替他修福的 这个钱自己不能用 衣服捡破旧的 他说我要做一件新衣服来穿 打扮打扮 自己穿得漂亮 世间还有很多人 没有衣服穿的 没有饭吃的 我怎么对得起他们 你就晓得 他的爱心是真的 不是假的 爱一切众生 我们天天讲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觉 慈悲 我们没做到 他完全做到 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 他也做到了 舍佛的好处 舍佛的利益 从他身上 我们得到见证 得到证明 生活那么样借鉴 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清楚 他在这个世界第一快乐人 第一幸福人 没有人能跟他相比 他101岁 自己住一个房子 没有人照顾 他照顾别人 每一天都出去 有一些贫穷 清寒的人家 他都去帮助 都去照顾 他告诉我 有人 租房子 房租交不出 他去替他交房租 有人家里面 水电费 没有钱交 他去帮人交水电费 没有得吃的 他就送你 我来钱去看 他那个房子 对的大概有二三十包米 人家送给他的 送给他说 他去布施 到处布施 这个是人名爱无 好榜样 修行正果 我们亲眼看到了 我跟李居思 说过了 邀请他到 居思林道场 在我们讲经的时候 请他上台 跟大家见见面 我们如果 我们如果真正能够 接受佛法 一教 奉行 也能像他这个成就 也能像他这样真正幸福 美满 他一生 建了十几个养老院 一生的工作 照顾老人 照顾病人 在佛法里面讲 无微布施 这的果报是健康成熟 所以我们看他 财布施 法布施 无微布施 他是以无微布施为主 财布施 法布施 是附带的 总额布施 一级十三 三级十一 他以这个为主 所以这个果报 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对于佛陀的教诲 深信不疑 应当要努力 一教奉行 脱开行量 爱护众神 所以他说 那天我们要问 你到底信什么宗教 他说我信爱的宗教 这个话说的有道理 爱的宗教 把所有宗教都包括了 一个宗教都不漏 言语简单 意味无尽 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这两句 好的 我对于佛陀的宗教都放在